闪电我们都见过 在小时候甚至还会觉得有点害怕 但说真的这玩意发生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往往你看到就这样 然后再来一声雷就结束了 可事实上闪电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在劈下来的瞬间发生的事情 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这次的视频也会有这么一点点不一样 也比较轻松一些 我们想借助一台超高速摄影机 来拍下闪电生成的过程 和你来一起发现它的秘密 但说归说就这么一句话对吧 可是这个项目在执行的时候 真的太保障 为了追到这次这个闪电 我们特地和知名气象爱好者凤雨将飞到了东北 因为据他所说 东北的这个雷暴更容易观测 因为更平坦 拍出来效果也会更好一点 但气象这个东西真的千变万化 我们也只能利用公开的信息 来推测这个雷暴发生的区域还有地方 比如说中央气象台网站的强追流预报 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概念 等到雷暴临近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像彩雲天气还有Windy这样的APP 来实况判断闪电的大致位置 然后 然后你还等着啥 就直接开车追着这个风暴跑就行了 其实我们刚到的第一天 确实就等到了一场风暴 而且在风暴来之前还拍到了非常梦幻的晚霞 那本来我们以为一切都妥了 然后我们就意识到 风暴原来也是分平项的 就像这种风暴就非常一般 因为里面所有的闪电都堆在零里面 频率超级高 但是你根本就拍不到 我们拍了一整个晚上 拍到了唯一一条可用的素材 就是这条 这里我们拍摄的帧率是3000帧 相当于放慢了120倍 你其实已经可以看到闪电延伸出来以后的样子 但是因为它本身太小 就没有办法看到那种非常震撼的分叉 那也是在追了风暴以后 我们才发现这种东西真的很离谱 它跑的速度比你想的要快很多 你看你为了追闪电 我从长春下来以后 至少开两个小时的车是基本 才能够开到这个云团的位置 假如说这个云不听话的话 那可能开四个小时五个小时 也是非常有可能 就有点像当时我们去找气球的时候 那种感觉 就是在一片荒野之下 一定要去找到一个闪电 这个项目能不能成真 我会打一个门号 就纯粹是看运镜 这里可以看它有没有神 但是你看看这段还是没看到有什么 啊 我一个都没看到 气死了 一个一个发现我们都没有 上面啊 我们其实追闪电追到第四天 才算是拍到了相对比较靠谱的素材 就是这条 这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闪电在视觉上 或者你觉得有这种一声一声的原因 首先这类闪电叫做云闪 那顾名思义 云闪在放电的过程中 它会在大气里面形成多条高温高热的放电通道 闪电瞬间产生的强大电流 会在云内或者云间来回穿梭 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多次放电的整个位置 哪怕是拍到了这些素材 我们我想也包括你 应该也都是一个感觉 就是不满意 这个说真的这些云闪都只是稍微闪出去这么一点 大部分的闪电都还是被云给遮住了 就没有那味儿 我们拍了六天 所有的预算全部用完 只能回家 油费也花了好几千 就本来我们觉得肯定凉了对吧 这些都跑到东北了也没给你看到好看的云闪 然后结果您猜怎么着 就我们一下飞机回到杭州 杭州出现了我从小到大经历过最大的一次雷暴 就比东北的那雷暴可厉害多了 就天雷滚滚 风雨说这是属于难以预测的热对流 但是这是最理想的拍摄内容 所以当时我们太兴奋了 立刻就找到一个高楼 到楼顶驾驶机尾直接开枕 早知道我们就不去长春了 直接在家里蹲着就行了 背后那边超级大超级大 两边都有 哇 刚才你XX的雷神XX 撤掉了 然后这是我们拍摄的动作 这样一看我们大飞周章去东北干啥 这不纯浪费吗 但问题是拍的比长春的那个还厉害 这比长春的还厉害 云闪比长春的还厉害 地闪是没有的 我们拍到大地闪 大地闪还是很厉害 就是这次我们虽然没有在东北拍到好看的云闪 但是我们拍到了另外一种更加难拍的闪电 哦 地闪 那名字也非常直接 就是打到地上的闪电 那这也是真正会威胁到我们日常安全的闪电 理论上地闪的概率占全部闪电的20% 但在实际拍摄过程中 我们当时在东北拍了4天 也只见到一条地闪 核心原因还是因为风暴太不受控制 我们为了安全 也不敢贸然给冲出去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 一不小心被那个风暴追上了 然后被那个场景给吓尿了 然后就再也不敢进去了 真的 太可怕了 天哪 过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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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羽大的压子 我去 我去 这一只离谱 我去 我去 这挺爽的了 可以了 来吧 来吧 就这 来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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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起来 真起来 兄弟们 好了 直接走 哇哦 你看那个云底好低 牛逼 哇哦哦哦 有了有了 快点快点 哈哈哈哈 这个 这个云太强了 它在转 它在卷 你看到吗 它转 哦 看见没有 它卷起来 等一下 这次龙卷风 龙卷风 哦 这个人越是龙卷风了 这个超单 这就是龙卷风了 哇 这太强了 你们赶上了个大的试验 它好像看起来没有敌人 但是这个东西 国内追风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是吗 对对对 是梦寐以求的 那比如说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云 假如接地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龙卷风 这种强对流的天气 顺其万变 非常的危险 我觉得太离谱了 这个雨 大得救 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我靠 太可怕了 现在这个闪电的频率高了 我们已经看到好几条闪过去了 逻辑上 距离我们有几公里的距离 但只要继续按照这个普通的话 今天是有机率 能够拍到比较好的这个云闪 或者说硬制最好的话 能拍到一个地闪 那就无敌了 有废了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直接拍吧 刚才是地闪吗 对 很强硬的地闪 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台 犯弹 所以说经常闪电在边上打了 我们拍不到 以后我们就整一圈 好吧 如果各位给我们进行一个 投币 三连 进行一个点赞 我们也还是买不齿 但 也能努力一下吧 最后给我们一点动力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是在荒野 你看看 假如你是一条闪电 那现在你会最想批哪里 可那也是雷声附体 在我们预算超标的前一天 我们那时候已经开着车 追了风暴 追了三千多公里 都接近到丹东了 就是在我那边开 就到超前去了 然后我们真的撞上了一场 超级大雷暴 就疯狂地在批地闪 于是我们就又很幸运地 能够和你一起来看 地闪 一万针的果然牛逼 我先扯了 我先扯了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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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贼打一球 过年了 事实上大多数响雷 都是由地闪 而不是云闪产生的 因为闪电的放电 会让周围的空气 在不到一秒的时间 就升温到差不多 三万三千摄氏度 空气爆炸性膨胀 就产生了这种巨响 而因为音速比光速要慢 根据时间差和音速 我们就基本能够估算出来 地产离我们有几公里远 现在我们为了突破极限 我们把这个帧率拉到四万帧 接近四万帧 三万多帧 这已经算是这台摄影机的 快要到极限了 理论上它可以到十一万帧 但是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平衡点吧 就又能够有分辨率 又能够有花至三万五千帧每秒 看能不能看到闪电 那具体的样子 我们拍了一条 0.6秒可以变成14分钟 太离谱了 在高速积帧率调整到三万两千五百帧每秒的时候 相当于放慢了一千三百倍 这时候你能够看到太多太多世界 首先一条地闪会由仙导和回击组成 先是一条暗淡的光在大气里面前进 空气被不断地电离 闪电一点点分叉 这就是仙导 在闪电很接近地面的时候 地面上相反的电荷就急速增加 就像是接通了导线一样 瞬间强大的电流 急速地由地面沿着仙导流向云层 这就是回击 然后回击的电流一般会高至一到两万安培 一次地闪就会由三到四次累积的构成 所以每次累积 你都可以看到有个向下传播的仙导 然后紧跟着有个明亮的回程累积 所以当你看到闪电光的时候 其实就是放电现象的 耽搁了一枕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来到闪送体 不好意思来给涂一些音感 像这样一次地闪 产生的能量换算成电费 你可以猜一下大概有多少钱 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共鸣上 答案就是15块钱左右 但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闪电储能的问题 因为闪电的功率很高 但持续时间就短得离谱 所以总体的能量也没有这么高 另外闪电的分布范围本身也太广 密度也不是很高 所以除去技术和安全性 本来就不是很适合用来储能 可能镀截会更加合适一点 其实如果你也想拍闪电的话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毕竟被地闪直接击中 生还能概率真是非常非常低 这次我们拍摄的小伙伴们非常的辛苦 又是躲又是拍 又是暴风雨里面躺来躺去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投币三连转发 拍起来真的不容易 如果点赞过10万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出一个纯响版 也许你可以拿来当一个动态壁纸什么的 这都可以 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我们这种类似于Vlog这种形式的节目 我觉得可能这样会更亲近一点 能和你一起来感受生活里面的这种震撼 那现在我们这台Phantom 能够记录下毫秒级别 甚至是微秒发生的变化 如果你有什么想通过高速摄影机来看的 可以在弹幕还有评论区告诉我们 那么下次 再来点不一样 就我还没到的时候 他们昨天去拜了那个佛 去求闪电 正常我在想 难道不是正经人都去求这个闪电 千万别打到我们这边 或者千万不要有暴雨 然后他们去拜这个佛 说一定要有闪电 今天一定要说效果 一定要有闪电啊 一定要设立太刀 不要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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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小天